那之后她顶替了这个名额去医院上班了吗 她去上班了 去上班了 我让她了 但是妹妹刚才说 你必须要让她一次给您500块钱 没有 还把这个工作让出来 好 但我说给你们听 我根本没有向她要过500块钱 就是有一天 我的二哥将我晚上到妈妈的房间去一下 我不知道什么事情 我一进去 有一个以前是当过书记的 大队的领导 她说你进吧 让姐花去 教她补钱你500块钱 540块 后来这么多年来 妹妹有没有每个月 安月给您一些钱补偿呢 去年 去年只有七个月给我 我那带来了 整治带来了 你们可以看一下 她这个职位顶上去了之后 这件事情还不应该接过去吗 你们毕竟是藏着同一个父母的血 难道真是要把这种相互的仇恨都带到坟墓里去吗 这样八花 她说清楚 十一分钱 我的意思是很 不是 她跟我妹说 她有钱 她儿子孝敬她 给她好多钱 但是她不甘心 要搞我难过 小妹跟我说的 我结巴结的这么苦 我三分钱的青菜人 叫崔智元给我 五分钱的青菜本 买三分 对 姐姐给我的鞋 鞋萝卜 我就用酱油镜子 吃一片 大姐您说的 我妈妈这样的姐姐家 我相信 您说的这个 我觉得都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都经历过一个物质 很匮乏的年代 我觉得现在 到现在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过去的事情 一风吹了 大家向前看 好不好 黄阿姨 黄叔叔 我跟前面三位老师 看这个问题的观点 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我觉得 你们今天两位到这来 实际上呢 不是说 咱们先往后看的问题 而是在两位心里边 可能长达几十年的 一个心结没有打开 所以你们两个人的心里 都有特别多的愤怒 有特别多的委屈 可以说 所以我觉得 今天如果能在这 把你们长达 这么多年的 一个矛盾 如果能够解决 能够摊开来 讲清楚 让大家心里 都有一本明白账 然后可能是 对于你们将来的生活 可以让你们 晚年的生活 更加的幸福 更加的舒心 我注意到里 有一个细节 挺有意思的 其实黄阿姨 我不知道 您承不承认这件事 就是说 不管是当年的 五百块钱 还是后来的 两百六十块钱 好像都不是哥哥 直接管您要的 我听到您刚才 自己说的 是说小妹妹 给您打了一个电话 说哥哥家 现在很困难 那么钱 能不能够增长一点 而这个中间人 又老是站在 哥哥的这一边 不对 这个事也不能这么做 那是我的错 我知道 好 我非常认可 您现在这种态度 那么您对待 母亲的这个态度 可能在哥哥们的 眼里看起来 不是那么的合适 不是那么的到位 所以当初 他在让出 这份工作的时候 其实对您 是有一个期待的 这个期待 就是您承诺了 要好好地 赡养母亲 然后在他们困难的 情况下 要资助他们 这件事 从法律上 我不想去评价 他的合法性在哪里 但是我想 在你们家里的 每个成员 达成这份协议的时候 是有一个合理性的 是对这件事 有一个认可度的 所以当妹妹 没有做好的时候 是不是黄叔叔 哥哥您这儿 心里就不太平衡了 是这样吗 就是对妈妈 好不好的 之前我说 妈妈已经死了 前两年做坟墓 最有意思的 就是把他放到 妈妈爸爸一起 那个木头挤出来 人家都说 黄奇花 为什么没有回家 最后一次 看妈妈一下 都没有回来爱她 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回家 最好 最好 提到最好 最好的 就是说 我让他们逼来 害怕 我就跟我嫂嫂说 我已经控制不住 我自己了 让他们逼疯了 如果我在妈妈坟前 一下子冲动起来 控制不我自己 跟他们吵架 对不起我妈妈 那样子 大家都闹得一塌糊涂 更不好